2021年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出国到墨西哥旅游 某天晚上在饭店的时候 饭店员工为青年旅客举办了一场巨型的捉迷场活动 而这位妈妈其中一名儿子就参加了这场游戏 当她找到最完美的隐藏地点的时候 她发现那个地点已经被占据了 在告诉你是谁躲在那个地方以前 如果你喜欢这支案件以故事方式呈现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在2021年6月10号 一名叫Jennifer Bullock的妈妈跟她两个儿子 12岁的Charlie和7岁的Johnny 抵达了墨西哥坎坤国际机场 他们从宾州飞去 要准备在小朋友暑假期间度一个长假 他们到达墨地机场 领了行李 上了接驳车 到要住的度假圣地 坎坤地中海俱乐部 这间俱乐部位于里维埃拉河的上游 一个非常漂亮的观光圣地 这是尤卡坦半岛西侧的眼神海岸 有漂亮的白沙滩 跟绿松石水 但漂亮景点并不是俱乐部唯一有名的店 这间饭店最有名的是他们会分给每个入住旅客一位专属员工 他们也会非常亲切地与任何住在旅馆内的旅客互动 确保旅客有个难忘的旅游经验 所以这位妈妈跟两个儿子下了接驳车到俱乐部 登记房间放了行李 然后就准备要出房间享受这个旅游 他们一出房就有一堆亲切的员工欢迎他们 跟他们介绍旅馆内的设备 推荐他们必去的餐厅 还有最适合游泳的地方 而让他小孩最期待跟兴奋的是儿童青年俱乐部 饭店员工会准备一连串适合小孩有趣的活动跟游戏 这代表Jennifer可以自己去享受其他的设施 小孩就跟着饭店员工们一起 那天晚上开始到接下来的一周 Jennifer确保他们都待在饭店附近 他的儿子就可以随时加入青少年俱乐部跟其他小孩玩耍 而在这个旅游期间 他们的规律就是一大早起床后 会先到白沙滩晒太阳 之后回饭店后 12岁的Charlie几乎马上就会离开他们加入青少年俱乐部 弟弟大部分会跟着妈妈 然后参加一场儿童俱乐部的活动 在晚上9点左右 三个人在泳翅旁会合 一起观看员工准备的表演 这一家山口在饭店度假的经验到目前为止都很完美 直到一个捉迷藏的游戏改变了一切 旅游过了8天 也就是6月18号 一家人一早起来照着营养的行程 先到沙滩上 然后大儿子先离开到青年俱乐部 Johnny跟妈妈待在一起一直到下午 那天晚上约8点30分 他们吃完晚餐后 三个人各自做自己的活动 然后9点15分在会合 Johnny要到楼下看一场儿童表演 Jennifer要跟饭店认识的新朋友一起到二楼吃点心 而Charlie则是要跟青年俱乐部里面的朋友到泳池边 参加员工举办的大游戏 做蜜藏 Charlie在妈妈上楼弟弟下楼后 就跑去泳池旁 也马上找到朋友 13岁的Cyrus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其他小朋友跟员工都已经在现场了 员工就开始给指令要开始倒数 请大家开始躲起来 所有在现场的小朋友一哄而散 包括Charlie跟Cyrus 为了找到最隐秘的躲藏地点 Charlie跟Cyrus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已经找到好的躲藏点 他们开始紧张因为时间快到了 这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往泳池的另外一边看去 找到了一个最佳藏地点 在这个开放泳池的外围有个铁栅栏 其中栅栏的南方一边有一个铁门 这个铁门通常都是关起来的 除非有员工打开 或是有旅客要到外面做其他活动 铁门才会被打开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6月18号那天晚上 那个铁门是打开的 铁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空间 背对泳池看出去的话 左边有三个非常小往下的阶梯 这两个小男孩看到铁门打开外面有那个阶梯空间 如果他们躲在阶梯下 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他们 于是他们就跑过去 下了楼梯 将自己窝在那个楼梯下的小空间 几乎看不到另外一侧 他们听到员工开始找人 几分钟后 除了Charlie跟Cyrus 其他小朋友都被找到了 他们两个看着彼此 知道根本就不会有人找得到他们 就在他们准备要站起来揭发自己的位置的时候 Cyrus刚好瞄到旁边有条被打开的水管 他将水管拿起来背对着Charlie开始往泳池的方向喷 洒水到里面喷工作人员跟小孩 大家在里面都笑得很开心 这个时候Cyrus停下来转过去想要看Charlie的反应 但他转过去的时候 Charlie竟然不在后面 同时间 两名刚好是母子的员工在二楼吃饭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到男孩尖叫的声音 那个尖叫不是开心嬉笑尖叫的声音 而是有人受伤了 他们坐的位置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泳池 但是他们找不到尖叫声的来源 于是这对母子就赶紧站起来冲到楼下 途中那位太太的老公看到他们跑步的样子 知道事情不对了 跟另外两个刚好在附近的儿子一起跟在后面 这五个人到达泳池后 再次听到男孩尖叫的声音 这次他们听到是从那个没有关起来的铁门方向传出来的 也是Charlie跟Cyrus躲藏的地方 五个人冲过去往下看到只有Cyrus一个男孩歇斯底里神情慌张 就在他们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以前 他们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从阶梯下传出 突然间Charlie从黑暗的阶梯下装浮出来 冷静的说 救我 这个原本24小时锁住的门其实是一个沼泽泄湖的码头 码头下是鳄鱼的洞穴 当他们两个男孩在阶梯下的时候一只鳄鱼发现他们 就在Cyrus站起来拿起水管开始喷水的时候 其中一只13英尺长的大鳄鱼游出沼泽 跳上小阶梯咬住Charlie的腿然后将他拉下去 那对原公母子听到的尖叫声就是他们两个传出来的 在Charlie完全被拉下水时 Cyrus试着将他从鳄鱼嘴里拉出来 两个人不断地大叫求救 但是当那五个人到达现场的时候 他已经被拉下水面 所以当那五个人正在那里搞不清头绪的时候 鳄鱼就跟Charlie一起浮上水面 Charlie在鳄鱼嘴里不断地要求他们救他 这时候正在上面的大人看到这样的画面 完全没有考虑就跳下充满鳄鱼的沼泽内 一起殴打那只鳄鱼 同时间有人跑去二楼咖啡厅跟Charlie的妈妈说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二话不说马上往楼下的方向狂跑 跑出那个铁门看到他的大儿子躺在地上 他的脚已经不成形状 但他的意识还非常清醒 跟旁边的大人还可以讲话 在他妈妈跑到那个码头前 那些殴打鳄鱼的人将那只鳄鱼打到松开嘴巴释放Charlie 根据在旁边观看的目击者描述 当时那只鳄鱼尽了百分之百的力气跟那些人扭打 还试着要把男孩继续往下拉 但这些人合力将鳄鱼拉上岸不断地攻击 最后终于成功的KO他了 当Charlie被拉到安全地上的时候 刚好附近有个急诊护理师 他评估上市帮他做止血跟紧急救护处理 直到救护车到达 Charlie必须做好几个紧急手术来保命 奇迹式的医生也成功地保住了他的腿 至于这家饭店的紧急应对方式受到大众关注 他们不仅支付了Charlie所有的医疗费用 还花了大笔钱加强那个柵栏跟铁门上面 另一方面也承诺不会再有第二次类似以外发生 Charlie目前已经跟家人回到宾州 而且恢复良好 在意外发生几个月后的万圣节 他将自己装扮成一只大鳄鱼 天啊 可爱是否 十多 moles 红聚 鱁 嵃